位在五谷与巴里间的观光农场 园内有30年树林的昭和荫 目前正在盛开 粉色的花蕊像果实般 结满了整棵树相当的梦幻 而园内还饲养了许多的小动物 还有儿童游乐设施 是一处相当适合亲子游玩的好取出 位于五谷与巴里间的观光农场 园区内种植了八九十棵樱花 目前正陆续盛开中 尤其在沙坑旁的这株 已经有30年树林的昭和荫 花开得非常茂盛 浑原的粉色花蕊像果实般 结满了整棵树相当唯美梦幻 来到这一定会让你停下脚步 陶醉在这片花海中 并且拍照留念 我们整个园区大概有八九十棵 大大小小的樱花 那有一部分已经开了七八分 那有一些还没有开 所以这个礼拜六日呢 跟下礼拜六日也是一个盛开的时候 那顺便广告一下 那到了三月底的时候 有这个文旦幼花的会开 然后还有紫藤花会开 所以陆陆续续 在这个户外的空间呢 那都可以来这边 做一个赏花的一个活动 园内还饲养了许多小动物 走在农场中 不时还会与他们相遇 尤其最受大家喜爱的阿儿 近来生了四只小鹅 一家子悠闲的在园区中趴趴走 模样相当可爱 逗趣 另外还有三羊 兔子 黑凤鸡等小动物 可以供欣赏及喂养 我们现在园区呢 有饲养很多小动物 像我们黑凤鸡啊 它又称为富贵鸡 它是全部都是黑色的 还有我们的阿儿 它现在又生了四只小鹅 非常可爱就变成阿儿的family 那还有天竹鼠啊 刺猬啊 乌龟啊 还有兔子 很可爱 都提供给小朋友跟大人 可以来这边喂养 适逢樱花盛开季节 业者特别推出季节限定的 樱花蜜桃机 用樱花树枝来串烤 使肌肉中蕴含着淡淡的樱花香味 加上蜜桃融入一起 酸甜的口感相当独特 桃乐寺森林呢 有这个樱花的餐点 那很特别的就是 就是我们把樱花跟桃子来做结合 我们做一个樱花蜜桃机 然后呢 还有这个旁边的樱花的 焦糖马其朵 以及樱花奶茶 然后这个都是季节限定的 所以欢迎游客如果有 想要用这个餐点的话 提前一天跟我们预订 我只能说 它带有一点樱花的味道 色香味俱全 很好吃 农场中还有许多儿童游乐设施 是一处相当适合 亲子游玩的好去处 防疫期间 为鼓励大家多走到户外 呼吸新鲜空气 园区这段期间不收门票 欢迎大家前来赏音游玩品美食 以上新闻记者胡雨轩 在五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赏音游玩品美食